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我們要去玩我們的嗜血龍族 沒錯那今天呢我們就來 我看一下我是不是在上一集有說過 我們的這個靈起祭壇儀式 喔對對對我們的靈起祭壇沒辦法用了 那我們等級也已經升到4的可怕吸血鬼 我來看一下我們的能力 我有超強恢復術跟化身為蝙蝠術 對化身為蝙蝠呢我們就可以飛來飛去啊 然後拿著我們的銅大劍砍砍砍 這這有攻擊嗎?我是看到我 欸有欸你們看有沒有 我在揮的時候它其實是有那個什麼劍的圖案 但是我不太什麼著 嗯? 苦力花在外面 但是我被炸到我沒有受傷了 是因為我穿裝的關係嗎? 呃也許吧 那然後我們今天就來去替底下探險看看 是不是有什麼東西可以用 那在上一集的時候有人跟我說 嗯絕對不是說這個 呃就是有人跟我講說 欸小丸你的話好多喔 就是好像有點講話有點快 我不太確定 因為我平常講話語速就 就是 那麼快 對 所以 我不太確定大家會不會 太不習慣這種速度 如果有人會覺得太快的話 可以在下面跟我說啦 所以 呃我可以稍微放慢一點點 對 只要放慢一點點 好 OK 是不是又有江? 喔 優秀的 嚇死我了 喔 喔 我想說 我想說 是 喔 我想說是誰了耶 所以 OMG 哇哩哩哇哩哩 所以我的房子恐怕 恐怕是會被僵 喔呦 被僵屍給 挖開的喔 這個房子也不安全了 我們可能只能住個幾天幾集而已了 好 那麼今天因為我們的能力升級 所以我們現在沒辦法用我們的祭壇嘛 那我們就先來嘗試升級一下我們的祭壇 看看怎麼升級喔 好 那我們就出發吧 我們不要變成 我們 我想是想說要不要變成那個 蝙蝠飛飛飛 可是我覺得 蝙蝠 喔呦 哎呀 忘記了我怕太陽啊 哇哩哩 哇哩哩 好痛喔 太自扣了 哎呦 我在頭暈 我在頭暈 那 那我變成蝴蝶可以嗎 不是蝴蝶 這什麼東西啊 你把自己的裝蝴蝶 你還 我還真不要臉 我會 我會受傷嗎 欸 你無法在陽光下飛行 拜託啦 他怎麼會這樣子啦 那 我該怎麼辦 我現在出不去耶 我沒有陽光啊 沙灘 我完全沒辦法接觸那些 那 不就起 起不是就是等於說我們就只能夠往下 哇 不然就等著等晚上 這遊戲也太那個了吧 好壞喔 我們用一下技能恢復一下我們的生命 那 我的血因為 呃 有線 所以要不要帶一瓶血罐啦 如果帶一瓶血罐 至少可以喝一下 OKOK 也喝太快了吧 喝完就沒了 所以我們就先等晚上再來行動吧 我現在真的是很 很很現實的夜貓子 跟我現實一樣 OK 好 現在已經是晚上的時間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新的祭壇要怎麼製作 找到了 他叫做 注魔祭壇 對 注魔祭壇就是 比這個原本的這個叫什麼 零起祭還要再高一點點 那基本上應該是到這個等級之後的我們 往後就不需要再擔心太多的那個問題了 就是這個 我發現這邊還有一個很強的柱鞋鐵錠 柱鞋鐵錠是要用到純淨的鞋 再加上三塊鐵錠能夠製造出來的柱鞋鐵錠 可以拿來做碎星刀 2.2攻擊 但是是305.25%的攻擊速度 好像是那種連續砍很快的那種感覺 還有一個叫破星劍 他為什麼都是那種取那種傷心的名字 是什麼回事啊 破碎星刀破星劍 還有什麼玻璃星之劍是不是 什麼聲音啊 好像有東西要轟進來的耶 不管他 我們先看一下我們的祭壇要做什麼再說 只需要挖黑鑰匙再加上兩個金錠 很明顯的我們根本就沒那材料 所以呢我們就先出去吧 我覺得這一邊這一邊的洞窟應該可以讓我們開始冒險 而且我們一定要記得多做點火把 每次都忘記要做火把 OK變回來了 都有要求 有豬耶 那隻豬恨我嗎 我現在這個生存喔 你們不要以為我現在這個生存很普通 沒有我現在這個生存連豬都會想打我 所以要小心一點 然後又有人教我說 欸小白你可以把那個臉給結 那個就是換掉之類的 是OK啦 但是因為那個看起來有點麻煩 所以我就 嗯 嗯想了一想還是覺得 呃其實我還長得蠻帥的 所以 我這樣子盾牌擋住他的爆炸威力 會不會變很強 來試試看 喔可以可以可以 但是 旁邊會有火焰 OKOKOK 小心一點就好 小心一點就好 我這樣子到底要怎麼蓋房子啊 你們有沒有什麼建議啊 所以也有很多人說 可能要蓋在海上啊 還是說要蓋在其他地方上 都是不錯的選擇 但是 感覺上如果有一次捆 怕飛過來我就死定了 雖然是說爆炸不會爆破任何方塊 因為我已經把他設定過 不然的話那個 那個生存真的會太難 我是這樣想 好像 我聽到那個 吸血鬼 是誰 出來面對 我是等級4的喔 你敢打我就打你喔 可是有同大劍 我告訴你 怕了吧 出來面對啊 嗯 嗯 我有聽到那個 咻咻咻咻的聲音 對 我相信 絕對不是我那嘴巴的BBOX 有夠難聽的 誰會想聽啊 我自己 還有我的觀眾 你們都聽到了 你們覺得我的BBOX是如何呢 在下面評論 告訴我吧 在在哪裡 我只有聽到耶 那個哈氣的聲音 哈 這樣子 喔 來來來來來來 就是你 我等級4 你居然還想打我 而且你還殘血 哼啊 欸還有啊 來啊 你等著 哼啊 吃我頭 喔唷 喔唷 火焰火焰 沒事沒事 我有盾牌 我防火 來啊 嘿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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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OKOK 沒事沒事 我的血 目前剩下這幾滴 會不會不安全啊 我記得這裡不是有一隻豬嗎 喔對啊 這裡有一隻豬啊 我們吸他就好了 怎麼樣啊 OK 死了 豬豬 借我吸吸你的血 YES 謝謝 謝謝你 大家都愛你 幹嘛 你是要咬我還是要怎樣 你是要成為我的仆人嗎 非常好 幫我挖礦 好不好 豬幫我挖礦 你可以用你的 噢 你不是像啊 你 你 被我咬耶 拜託 你應該感到快樂 不要臉 我又聽到那個好像 骷弓在附近 在那邊 想要挖過來 喔喔 你是誰啊 好帥喔 你要不要愛我 問你要不要愛我 不是叫你 問你要不要靠近我 你這個 等級 有夠低的吸血鬼 為什麼你沒有準備你的 你的劍 而且你還快死了 然後你又下去不讓我揮 什麼情形 哼 我的銅大劍真的好好用 欸 不是吧 你們幹嘛啊 走一走就掉下去 那我岩什麼 我要挖鐵啊 我要再往生路耶 我還要做那個升級祭壇 還需要用到鑽石 但是我覺得 我的運氣應該蠻貝的 所以我不太到 我們就盡量冒險啦 盡量看能不能找到鑽石 如果有的話 我們就可以挖我們的黑曜石囉 開心開心 而且怎麼會有凋零骷髏 而且血量還蠻低的 他們是 呃 從 從 從那個什麼 石頭的礦物紙裡面 萃取出來的嗎 還是 怎麼樣 我不曉得 反正他們看起來很壞 欸 你會跳喔 然後又下去了 他是因為看到我 舉出銅大劍 所以畏懼 還是因為太大之太粗 所以他畏懼 哦 應該是太大太粗 不要害怕啦 這不是對你用的 呵 這流水 哦 有金礦 那是剛剛那隻剩下一顆新的殭屍耶 想躲啊你 哈 想躲啊你 就剩一顆了 為什麼好像 有一些怪物遇到的都不是滿血 他們好像也會 怎麼講 偶爾自槍殘殺 還是說這個就是他們的問候方式 就像 呃 好哥們碰 見面的話會怎麼樣 就是 欸 怎麼還沒去死啊 不是啊 不是這樣不是這樣 呵呵呵 這樣子 呃 好哥們的互動方式就是比較 暴力一點點 喜歡 在身體上的接觸次數比自己的女朋友還多 我是不曉得啦 我是隨便講講的 我們先繼續挖啊 絕對沒有什麼 奇怪的 奇怪的秘密在裡面 不要走來邊邊 不是 不對 小邊 我通常都會叫蝙蝠小邊 不知道怎麼今天突然想叫他蝙蝙 你幹嘛啦 你是 你是知道我是吸血鬼 所以跑來當我的奴隸是不是 好啊 幫我挖礦啊 啊順便幫我聞那個嘛 鑽石在哪裡好不好 我會給你10塊 好不好啊 人咧 金礦也需要對不對 我記得好像需要一點金礦 我看一下喔 金礦的所需材料是2塊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還需要做這個 這個叫祭壇蜘蛛 是主要是用石頭燒就可以了 對 祭壇蜘蛛是我們那個 呃 那個叫什麼 那個祭壇的四個地方都要擺的 嗨 你要不要吃我銅大劍 欸他會怕欸 為什麼啊 你會畏懼耶 你會怕我的銅大劍 欸真的耶 我拿出來他們就突然不往前了 好像一股魔力 這邊我好像下去過了欸對不對 對啊我那邊下去過了 所以這邊沒有東西 我們 呃 跑到別的別的洞窟裡面找找看有沒有空間 嗚 是你 嗨 欸你又怎麼會剩一顆星啊 這些骷髏到底是怎麼來的 他們都 血量都剩超少的啊 喔金礦挖一點挖一點 嘿 不對拿錯了 OK 謝謝 看起來這邊好像 也也沒有欸 對不對 我覺得這裡 我覺得這裡沒有 我的鑽石不知道在哪裡 嗯 嗯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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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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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燒我 誰 OK好 有沒有 喔 你在泡溫泉 不好意思打擾了 沒關係你繼續 而且他在打誰啊 對啊 他其實不是在打我 他是 朝著同一個方向不斷的射 所以這並不是 討厭我的問題 那純粹是他 有病 這誰啊 共振礦石耶 OKOKOK 挖一下挖一下 共振礦石是我們發電的能量水晶的其中一種 我記得之前有玩過啦 所以大家如果 不陌生的話 應該是還記得這個東西 這個模組其實沒有什麼變化 但是因為他的發電量實在是太強了 所以我就是 把它給 裝進來了 對 因為我們這個龍科技模組啊 需要的電量非常非常大 所以我們 先從前期開始慢慢收集就好 哦 你是誰 有鑽石耶 我看到了 那邊是 這是一個吸血鬼耶 可是他 血量 哎他血量有點高耶 他看到我了 嗨兄弟 我也是吸血鬼 我們可以 交流一下 對吧 那邊有個 哦呦 好痛哦 要不要靠近我一點啊 哈 我等一下挖過去你就不要 哦這好 好軟哦 OK OK他死了 哦一刀斃命 嘿兄弟 是我 我是新來的 我看你不會打我應該是 我們應該是同等級吧對不對 還是你只是純粹在那邊撒笑 覺得我好像有點傻 跟你說哦 我同大劍哦 所有人看到我舉出這個大劍 又出又大又遠的東西 一看到就直接嚇死了 因為他們都知道比不過 哎 哎 真的耶 你不會過來哦 啊你怎麼那麼傻 你不會玩minecraft 哦哦哦哦 對不起 對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啦 好不好 怎樣 了不起哦 哈 你 你 高級你了不起哦 靠 來啊這靠近一點 好大 要挖鑽石 應該沒人在這裡啦 哦這裡 這裡鑽石蠻深的地方 我要我要 OK 兩個 三 四 哦六顆 OKOK 還有沒有 沒了 哦六顆六顆六顆 好 嘿 想要再走過去看看還有沒有 可以飛哦在幹嘛 忘記了 我忘記我可以飛 我幹嘛在那邊疊那個 可是我血量很低了 就怕被弓箭手射死 被引回來 OK 安全 哎 有有 為什麼會有個這個 這是什麼 嘿 什麼 我聽到有一個 有東西在滴的聲音 我挖一個進去看看哦 嗚 哎好多血哦 這是祭壇耶 然後這個是城堡方塊 所以這個地方 好多哦 我可以挖走嗎 我可以吸血 等一下等一下 嗯 怎麼吸 這樣子 有有有有有 吸滿了吸滿了 啊 可以帶走嗎 我吸飽了 這裡面也太多吸血鬼了 碎星刀 訓練鈴 然後模組傷害是9 哎好高哦 然後還有血瓶耶 這是什麼 吸血鬼 什麼叫 LiberXV 什麼意思 古老的知識 噗哩趴啦 沒看過 OK 沒關係 先收著 那這個呢 這邊也是一把破心劍 強化 有什麼差 吸血 哎 這把刀會吸血 有耶 你們看有沒有 有一個吸血 然後 這個傷害比較高 但是吸血比較少 這個稍微多了一點點 吸血鬼之書 跟這把有什麼差 我要血瓶 我要血瓶 吸血 哦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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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好棒哦 是怎麼看 這怎麼都是英文 我是 我是來自 那個亞洲區的那個吸血鬼 那我可以把這個挖掉嗎 可以耶 儲備血液 哦 喔我懂了 就是說如果說平時我們的血量太多 其實我們可以就是對 像這樣子把它帶走是不是 還不錯欸這是兌血血鬼 很好用的地方 OK回來了我們把礦物都丟進去燒 放一個放兩個 這樣隨時隨地都可以回血啊幹嘛 至少家裡面有 然後把這個放進去 瓶子放在身上好了這樣可以 然後書本放進去重新整理一下 好然後樹枝 我想要試試看碎星刀欸 我覺得這個碎星刀可以拿來吸血還蠻厲害的 嘿撰稿先伸出來 然後再來是我要做 那個鐵桶水 好有鐵桶有瓶子有吸血大劍 我們試試看吸血大劍好不好 想說看能不能吸一點怪物之類的 好像有怪物 tmt怪物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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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點簡單的就好不要不要那麼厲害 我想用這兩個實測看能不能吸血而已 嘿變回來我們來試試看喔 喔吸血鬼 嘿嘿 怎麼樣我有吸到血嗎 這個好 不對不對 它的傷害好像沒有很高欸 碎星刀呢 我的碎星刀怎麼回這麼久 喔有了有了有了 欸他被打了欸 欸好痛好痛喔 喔呦呦呦 不行不行不行 我失落失落我要飛高一點我飛高一點 哇哩咧哇哩咧哇哩咧 這個好像沒有到吸血欸還是說 為什麼我舉刀的速度這麼慢 我覺得我這把刀的速度真的是超級緩慢的那一種 我們打這隻 蛤 你這是吸血鬼獵人 應該有吸到血嗎 沒有 但是好像有一 OK他怎麼不會攻擊我 你是很遜哪 你剛出來混喔 我就知道 問他我們趕快飛下去 我們趕快飛下去 撈一桶水 OK好OK 就下來這邊自己家裡面附近的地方 這裡往前挖好了 欸我的撰稿 哇在這裡 怎麼又聽到滴滴大聲 什麼聲音 欸 喔喔喔喔喔 又是嗎 我一直聽到喔這個血好多喔 我可以洗 不行我可以把血拿出來嗎 我想喝血 喔可惡 不然我就吸這裡的好了 喔好吸好吸 這個不能吸 這完全不能吸 這個帶走 OK 你呢 有一瓶而已 對面呢 又是這個碎星劍 好啦 我不知道那是幹嘛的 我記得這個 吸血鬼之書其實是後期強化用的 所以我們必須帶著他走 OK 耶 來挖 應該 我就知道 我沒有遠距離的東西 但是我有碎星刀 所以我現在到現在都不曉得 這隻到底要怎麼用 嘿 完全沒反應啊 對了 喔喔 不速之客來啦 你 你也是 不要亂挖啦 來啊靠近 欸他們真的都不怕死欸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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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給我玩TNT 喔 欸 可惡這個快 喔 眼鏡流出來了 來啊你們怎麼那麼多啊 這附近有生怪磚喔 欸 最後一刀給我 OK 我爸 我這個我真的是 喔 OKOK沒事沒事沒事 我去開挖 應該沒事吧 不會再來了 OK 我需要幾個來著 4個 好像是4個 2 3 4 OK走吧我們回家 登登登登登登 OK好 然後石頭就收收收收收收收 然後我們把血液給拿出來 這個血應該是可以把它裝瓶子吧 喔可以耶 可以可以撈 可以撈出來按SHIFT就可以了 我們其實也收集蠻多的 也許可以直接升級成下一個等級喔 好 那麼我們就先把 呃我們的金燒好了沒 有4個金 然後再加上我們的黑曜石 4個把那個基礎的基礎給做出來 鑄魔祭壇 然後把這個舊的給拆掉 OK 擺的像這樣子 然後再來這個鑄魔祭壇呢 要在晚上的時候才可以使用 再來是我們要做出他的神奇的柱子 他的柱子的材料就是 石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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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做出一個祭壇的柱子 然後除了柱子以外 我們還要蓋一個這個 就是祭壇的尖頂 對我們的鐵有挖很多啦 所以做尖頂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 那我們先把這個給做錯 呦可以了 祭壇支柱 他只要放在他的斜對角這個地方 然後擺四個角 然後大概三層高 再加上我們的蓋子就可以完成了 好 再來就等一下晚上吧 我們來試試看 誒他說結構有錯誒 是因為有這些東西在旁邊嗎 不然我拆掉它 誒結構有錯 結構有錯 我想一下 是不是忘了塞石磚啊 我是這樣想 不然我們試試看好了 OK 好 這個儀式的結構有錯 如果說他出現了這個訊息的話 那我們就把石磚塞進這個柱子裡面 對 他現在是空心的嘛 所以我記得他有說 就是要把石磚塞進柱子裡 應該就可以把它打開了 我們試試看 好 程序還缺少五個人類的心臟 我來砍砍喔 人類的心臟 由吸血鬼獵人死亡後掉落 吸血鬼吃掉後可以全補滿血 喔吸血鬼獵人 OK 那再來是純淨的鮮血 由吸血鬼男爵掉落 有不同的等級 OK 再來是吸血鬼之書 這個我也有 在迷宮的礦坑裡面有找到 所以我們要打帥哥吸血鬼 再加上我們的吸血鬼獵人 就會掉 好 那我們挑戰看看能不能收集這些材料 不行 OK 我放棄 我們要找到吸血鬼獵人 然後跟帥哥吸血鬼 帥哥吸血鬼 應該是蠻好找的 反正只要看到有一堆動物在圍毆他就是 有有有 這裡 這裡有一隻 來啊PK啊 看看是我的童大剑比較厲害 還是 你本人比較厲害 獠牙 看著他 帥的程度有限 還不夠 那邊有欸那邊有幾隻 Let's go 我是一隻小小小小鳥 想要飛啊飛 學飛也飛 喔有 人類心臟 獲得 你們就居在這裡生螢火啊 你們好像沒有遠距離武器欸 對他們看起來沒有 沒關係我已經得到第一個心臟了 唉唷 來啊 吃我童 兩個人類心臟 都收集 唉唷被燒到 沒事沒事沒事我抗火 我蠻厲害的 你是不是沒辦法弄我啊 哈 喔人類心臟 好再來去找帥哥吸血鬼 喔這個比較厲害 這個比較厲害 我覺得啦 嘿 這個看起來有點像死神男爵一樣 喔喔喔喔 OK死了 來來來來來 帥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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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帥的鬼都來找我 嘿 嘿 喔唷好多隻喔 怎麼突然來那麼多喔 呃死 走開 怎麼突然來那麼多喔 發生什麼事 不要殺他 他是我的 我成功了嗎 喔唷 喔喔喔完了 我在水裡會有點虛弱 我要小心 OK快快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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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扣血我在扣血我在扣血 噢 又被 又被 又被他射 完了完了我血量有點低 我在扣血我在扣血 天啊為什麼吸血鬼會怕 會怕中毒啊 哇 好多 怎麼會那麼多巫師啊 完了完了完了 有沒有別的 有沒有別的 快 OK死了 完了完了完了 這也太誇張了吧 我被毒死欸 我決定我還是先撤退好了 我今天先撤退 我先撤退 OK先回來 喔喔喔喔 好可怕 先吸血先吸血 OK 我覺得 今天先撤退一下 我覺得吸血鬼男爵 應該是出現在 吸血鬼森林裡面 所以我們最後再來去 應該說我們下一集再來去挑戰 看能不能拿到吸血鬼的那個 道具 我們再來強化自己好了 喔喔好可怕 好可怕 差點死掉 好了那麼就這樣 感謝各位的收看我們下午再見 Bye portion Crowe 我們先走 來個廣告 有一位 從隙ientes 這個 前重 víde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